尊敬的最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深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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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 八百一十六页 八百一十六页 请看第五行 前决一切如梦幻等 只决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是事地治 这是一段 这里讲到智慧里面的一种 事地治 下面请大家看 参考资料上册 一百五十九页 参考资料上册 一百五十九页 他有解释 事地 事地 有看到吗 好 事地 是对真地之称 事者 事间 事俗 地者 事实 有道理 事间 之事实 有 世俗人 所知 之道理 为之 事地 又曰 俗地 世俗地 副俗地等 副者 副真之一 副真理之 世俗 真相也 这是先解释 这个事地 事地呢 它的相对的 就叫做真地 事就是世间 世俗 地 是事实 我们一般常说 这个道理 那事间的事实 事间人所知道的道理 就称之为 事地 它还有别的称呼 叫做 事俗地 或者叫做 副俗地 叫法不一样 都是指的一桩事情 在《涅槃经》里面说 如 出世人 所知者 低 异地 世间人 所知 名为 世地 这就讲得蛮清楚的了 我们现在是六道凡夫嘛 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属于什么地呢 这个我们又不得不承认 我们只有什么 世地 那阿罗汉以上的 他们这个功夫 远远超过我们 所以人家 逐步逐步地把这个真地 搞清楚了 好 大家把这个上册收起来 我们接着看下册 参考资料下册 九百五十九页 九百五十九页 大家找二支 二支 有看到吗 好 这个二支呢 就是刚才 注解里面所讲的 真治跟俗治 而这个真治是 根本治的 另外一个说法 中文所讲的 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 就称为这个真治 俗治呢 是厚德治的 另外一个说法 比如说 上才童子五十三参 他所成就的 那个叫做 俗治 真治是什么呢 此地有告诉我们 真治是造了 真地理性之质也 这样实在的 要达到造了 那可不简单的 你看观资在菩萨 它是什么造 造建 我们能够做到观照 就不错了 观照在上面 就是造朱 那造建 是最高的 所以达到造建 它就是明心见性 大刺大悟 如果学习教法呢 打开圆解 念佛呢 念到离心不乱 这都是属于 真实智慧 有了真实智慧之后 它自自然就会有了 这个厚德治 厚德治 我们换个说法 就是它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以前我们刚刚到美国嘛 也还没有接触到佛法 就有一些大学里面同学呢 要我们呢 到他们常去的一个教堂 去听那个神父啊 讲道 听那个神父也讲得不错 说实在话 那他就赞美上帝嘛 就像我们一样 我们赞美佛不上 上帝是什么样子呢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或者讲全知全能 这当然就是开了智慧 才有这样的本事 我们现在很想开智慧 为什么就开不了 心性之门没有被打开 封得死死的 什么缘故呢 佛告诉我们一个真相 这个在华音经上讲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华音经上说三大烦恼 妄想分别执着 其他经典里面是常说 见识烦恼 沉沙烦恼 跟无名烦恼 所以修道没有别的 就是把自己的三大类的烦恼 全部都清得干干净净 我们现在因为还没有这个争执 所以把时间相看错了 其实前面两堂课 对我们看破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所讲的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其实真的自己一起心移动恋 赶紧把这两句话 递出来 要提起这样一个观照的功夫 既然都是假的 何必当真 别人当真 别人当真 你看这个世间人怎么讲呢 他当真 我们就不应该跟他怎么呢 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是不是 他在那边跳脚 什么的 发作 我们在那边如如不动 都是一场梦 六道是假的 始法界是假的 一尊法界也不是九流之地 最后 那个最真实的地方 原来是在长极光净土 所以哪一天 我们把见识烦恼放下了 这个六道 你就跳出去了 你看 这个 佛名也讲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我们中国人不是常讲五行吗 大家对五行有没有研究 八卦呢 其实一般人讲八卦 他懂不懂什么叫八卦 有时候看那个报纸 某一个什么篇幅 叫八卦新闻 这古人发明的那个八卦 怎么被人这样子解读了 让我们感觉到特别费解 还是这里所讲的吧 世俗 这个世俗呢 它很强烈 没有真挚嘛 所以我们对世间法呢 不应该当真 金刚经呢 我们经常提 它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法上映射 何况非法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个佛法 它也是一个 假象 为什么呢 因缘生法嘛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有佛法 可是等到过了九千年之后呢 几乎九千年之后就看不到了 再要过五十七亿六千万年 弥勒菩萨从兜率天内渊下来 世间八项成照 我们才再次听闻到佛法 所以这个佛法呢 它也是生生灭灭的 完全是因缘生法 因此呢 我们对于这些法呢 可以受用 但是呢 不要去执着分别它 对于佛法的态度啊 《金刚记》里面还有一个比喻 它说呢 如法欲责 那个法就是主法 在抗战期间 二十大战 抗战期间呢 还有很多地方呢 他们这些 有江有河 这些地区呢 老百姓呢 他要过去 或者他要到下游上游呢 一般也会用到这个主法 我们修学佛法呢 就像是什么呢 我要过这个河 过这个江 这个法就像是佛法嘛 我们用它 帮助自己到达生死的 这个涅槃彼岸 我们现在在生死此岸 我们要渡过去 就要靠这个法 可是上了岸之后 这个法怎么处理啊 就把它拴起来 绑在一棵树上面 看谁还要再用 这样子 我们绝对不会哦 上了岸之后 还要把那个法拖走 哪多大累赘啊 所以这个法呢 也要舍 常常读经呢 会让我们头脑越来越清醒 说到理智 说到这个智慧 讲实在话 我们跟阿罗汉相比 差得太远了 何以兼得 人家至少知道六道是虚幻的 所以他对这个六道里面 所有现象 全部执着 没有一点点 没有一点点 执着 那我们对于这个 世间的现象 知道他这个事实是什么 这个叫做 世俗智 了解的真谛 那个叫做 真知 真知是什么呢 就是见到了本性 这是中文所讲的 见到自信 底下 再讲这个佛性论 佛性论说啊 这个般若有两种 一个是没有分别的真知 一个是有分别的俗知 真知是自都 俗知呢 是开悟之后 他要狡猾众生 所以说呢 这个世俗的智慧 我们也不能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教学就难了 这就是为什么 善才童子 他也要辛辛苦苦的 出去参访 真知啊 我们说的简单点 就是讲 不着相 在哪些地方不着相呢 六层当中 真正能够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叫做自度 不过话说出来 好像是挺简单的 做起来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今天几度啊 零度 刚刚悟生在疗坊里面 看讲稿吗 看那个温度计 三度 房间里面是三度 想不到今年的冬天 这么早就到了 是不是 这个零度 一般是七月份的 七月中旬 才达到零度的 提前一个月 这就很不正常 那假如在这么冷的 气温之下 我们呢 也想做到不着相 冷热 不管它 我就把这个外套脱掉 我只穿那个短袖 行不行呢 包管几分钟之后 就打喷嚏了 就要流鼻涕了 我们受不了啊 我们没有这个金山活佛 那个功夫 人家呢 天气冷 天气热 不受影响 所以自己心不动 才能够转外面的境界 我们还没有这么深的定功 还没有开悟 所以呢 天气冷了 大家还是要穿多一点 保暖 这是随顺呢 这个世俗 好 这是讲到二字 下面呢 我们接着看 诸节 816页 第五行 816页 第五行 在前面经文当中啊 讲到这个 绝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 这是属于呢 世俗之 而此地啊 他说到 通达诸法性 专求静佛土 必成如是超 这个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无我 是属于 真地之 这个是菩萨呢 他契入这样的境界 而 专求净土 是 举愿也 菩萨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要度众生 所以我们将来到达 基督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见到十方诸佛 见到那些大菩萨 目的就是要成就自己的智慧 得能向好 成就之后呢 还要呢 同时 度化 十方 与我们有缘的 这些众生 他们还在迷 我们呢 到达这些世界 已经是绝了 所以我们已经觉得呢 要赶紧去帮那个 迷的 这些 有情众生 希望每个众生都能够啊 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转繁成圣 所以后面呢 就讲到了 这是阿弥陀佛说的 必成如是差 记得徒也 这个记呢 就是受记 菩萨不但要度众生 也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度啊 如同西方净土 这么样的殊胜庄严 诸佛同修 您可以想象一下 阿弥陀佛那个讲堂 绝对没有人穿大衣上课的 当然也不可能有这个 什么空调 是不是 它那边的气候啊 永远都是什么呢 我们打个比方啊 我们也不知道实际状况是什么 可是可以猜得出来 它那个气温 是最适合我们身体的 不冷不乐 刚刚好 哎呀 就从这一点 我们也要搬家嘛 在这个地方多麻烦 一下子冷 一下子热 受不了 底下再讲 所以这些菩萨呢 他们成就啊 的确确实是很殊胜 人家呢是有大智 大智慧 还有呢 殊胜的红愿 这个智慧帮助我们大家 看得破 那有这个大愿呢 就能够使我们放得下 放下什么 放下自立 真的 把自立放下了 您自然就会做到 利他 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肯利益别人呢 自立的念头太强烈了 太明显了 太多了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要效法 佛菩萨 念念当中 得享到苦难众生 好 下面是这个望希老法师 在诸解里面所讲的 二治虽疏 性空 是同 这个二治呢 是前面所讲的 孰地之 还有真地之 真地 是讲的体 讲的性 讲这个本 孰地呢 是说这个是 说这个现象 我们换个讲法 一个是讲理 另外一个就讲 是了 理跟是啊 佛都告诉我们 不可得的 现象呢 也不可得 我们呢 总以为自己 六根很厉害 可以看 可以听 可以闻 可以尝 可以想 可以接触 可是这个自信呢 你怎么看 怎么想 怎么去猜测 绝对远不到 这个八世当中啊 最灵敏的 是第六意识 但是呢 它虽然能够 远到宇宙的边缘 对内能够 远到阿勒也 它就是远不到自信 为什么它远不到 因为自信无效 科学家 为什么能够 探索宇宙啊 因为宇宙有效 假如没有效呢 它拿什么探索 现在听说啊 科学家 总算是有点 殊胜的成就了 他们探索这个外太空啊 有个新的报告 出来了 说呢 这个宇宙里面呢 有其他的生命 生命迹象 其实我们看了这个报道啊 看了之后呢 笑了一下 他研究了那么久 才看到某个地方 有所谓的生命的迹象 而佛告诉我们什么 每一个地方都有生命的迹象 因为一切众生 都有见闻觉知 都有 这个受想行使 所以哪一法 不是有机体呢 全都是有机体 因此啊 我们对待所有众生 一定要平等 礼敬 这是普行布萨所讲的 礼敬诸佛 所以这个自信呢 没有这个像 那自信呢 遇到缘 它又能够现种种像 所谓的遇到缘是指 跟众生相感应 有感有这个印 它就会有这样种种现象出来 而有这些种种现象产生 它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相似相续的一种幻象 所以我们对这些像啊 不能够当真 说得比较切实一点 你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一分钟当中 它这个脉搏会跳 是不是 要跳个几十次 那我们这个血液呢 就被这个心脏 一直在推动 从头顶 一直循环到脚底 从左手 循环到右手 从皮肤表面 循环到这个内脏 它就这样子啊 周而复始地 在那里运作 其实整个宇宙 它是不是一个动态的呢 都是如此的 小到自己的色身 大到整个虚空法界 都是这样一个变化的生变相 所以阿罗汉呢 他比我们六道凡夫 有智慧的地方在于 他能够做到什么都不执着 这个他厉害 他来到这里 不管是自度还是度他 他都能够做到不执着 不过呢 这个还不是很高端的 还比他更厉害的 不但不执着 他还能够做到不分别 谁呢 菩萨 菩萨就可以做到不分别 那佛呢 不但不分别不执着 还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恋 我们怎么样 分别执着 分别执着 起心动恋 刹那不住啊 分分秒秒都在不停的变化 不要说这个阿罗汉的境界 比我们高很多 光是小圣出国 虚脱还 人家的功夫就比我们高很多 何以见得 他能够把五种见或放下 身见边见 见取见 借取见 邪见 这五种错误的看法放下 他就可以振得出国 而且有两种能力就现前了 天眼天耳 二国呢 又有两种能力产生 他心通 宿命通 三国呢 心更加清净 还有这个神足通 神足通好不好 这位同学 尤其是现在 我们觉得特别重要 是不是 出去旅行多好 不用到那个国家去隔离 两个礼拜 是不是 隔离 请问那个费用谁掏腰包啊 还不是您供养国家 是不是 说得好听一点 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您有神足通呢 想去哪就去呢 所谓的来无隐去无中 多自在 这三国 那四国呢 漏进通 先前 那个漏就是烦恼 所以坚持烦恼 他都断掉 那这样人呢 就真的超越了六道轮回 而我们到达极乐世界 不但超越六道 还超越司法界 那个功夫 比阿罗汉 比司法界里面的圣人 还要殊胜 下面接着讲 这些菩萨 他们呢 虽知信空 而愿净土 这个信空 这个信空是说 他们知道这个本体 一些万有物质 本体呢 是空的 为什么说它空呢 它没有三种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所以说它是空 因此人家呢 对于一切法都不执着 都不分别 都没有任何的想法 可是他们还没有忘记 自己曾经发过的 四红诗愿 众生无边 诗愿度 这一点 绝对不能够忘记 而一般我们想众生呢 想的是外面 其实就说 我们自己本身 这个身体好了 我们这个 每个人的身体里面 也是蛮复杂的 就说细胞好了 每个人身上的细胞 大概有多少个呢 六十万亿个细胞 那每个细胞 都是一个有机体 所以这些众生 我们要不去度它 要 还有啊 我们这个身上有 里里外外 好多那些细菌 多不多啊 还好我们这个眼睛 功能很差劲 看不到 如果哪天 您看得到 自己身上这些细菌 吓死了 我们看 我们有时候 看一些年轻的女众 她们爱美嘛 就把自己指甲 所谓的美甲 是不是 怎么弄的 我们不太清楚 就把那个指甲的图 什么东西在上面 她如果看到 那个指甲缝里面 那些细菌 都趴来趴去的 噶 噶个心啊 以前嘛 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子 有一些国家呢 他们这个吃饭的习俗啊 不用筷子 也不用 参刀 他们怎么吃饭呢 手抓 有一种饭 有一种菜叫手抓饭 大家吃过没有 顺便说一下 那个菜不是调好了吗 饭都炒好了吗 然后就大家坐在一块 当然他们手先洗干净 然后就开始抓 然后放在手上 就往嘴巴里面晒 还好她看不到手掌上面 手指那边 拿那么多的细菌 如果看到之后 那个饭才绝对咽不下去 像这些话 平常我们都不讲 但是经常有说啊 所以说呢 我们每个人身上啊 真的这些友情众生 不计其数 所以一定要呢 好好地回向 他既然来到我们身上 就是跟我们有缘的 有好缘 有恶缘 好缘呢 他帮助我们身体健康 恶缘呢 身上就痛 酸 麻 不舒服 所以回向众生 非常重要 底下再说 有缘 有缘 佛法不着有 不着无 有无 亦不着 这个括弧里面说呢 亦有亦无 就是那个有无 非有无 亦不着 不着亦不着 要知 不住二边 远离四聚 妙气 忠道 平等 一向 这个境界 就是大圣 菩萨的境界 你看人家的心 真正是达到了 清净 他清净 他有没有执着 他清净的相 没有 所以我们 如果要问 佛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境界 这里就说了 佛的境界就是 平等 一向 金刚经里面说了多少 亦和相 所以任何现象 您就可以用那个亦和相 来回应 对于世间法 我们不要斤斤计较 对于佛法 也不要 执着分别 我们只要受用他 但是不能够有控制心 占有之心 稍稍有那个控制占有的念头 你就得造业 一切随缘就好了 金刚经约 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修一切善法 则得阿尿多诺 三妙三菩提 这里就把一切相 分为了四种 我 人 众生 还有受者 法身菩萨以上的 这些圣人 他们就能够做到 没有这四相 不但没有这四相 他连四见 也都放下了 同时他也怎么样呢 他也能够修一切善法 到最后得到什么果报 阿尿多诺三妙三菩提 这个翻成中文叫做 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学佛之后 最高的功夫 底下在总结 是故十方正师 深达法空 从他方世界到极乐世界 参访这些大菩萨们 听到阿弥陀佛讲开始之后 他们很快就怎么样呢 深深的通达 一切法都是空 体是空 像也是空 还有 专求净土 这个也是他们到达 极乐世界的真实目的之一 其实我们也要效法这些菩萨 希望早一点去西方净土 然后再回到我们这个 说婆世界 把这个地方 好好地改进一下 世纪远离四乡 修一切善 故必成如是差也 那么这里都是说 阿弥陀佛给这些大菩萨 做这个预言受敬 其实我们将来到达 极乐世界 也会有这一天的 阿弥陀佛呢 也会给我们大家说明 将来到哪里成佛 叫什么佛 度多少众生 其实我们现在知不知道 以后成佛 那个佛号叫什么 知道啊 这个释迦牟的佛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统统都叫呢 妙音如来 好 再看这个会书 所讲的 所以菩萨虽动达三空 智物所着 这个就非常了不起 这些法神大事呢 个个都做到了 对于三空啊 全都动达 这个动达就是说 通达无碍 哪三空呢 人空 法空 空也空 哎呀 这可了不起啊 其实我们只要有一种空 那这个受盈就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智慧呢 滴滴续续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么智慧呢 使我们大家能够做到不足效 真的这个学佛 从哪里开始下手呢 佛菩萨教我们 祖师大德教我们大家 都是从不足相开始做 举例子来说吧 大家如果到这个超市去买东西 买蔬菜 最近呢 在一个网络上 听说有这样一个视频 只是听说没有看 所以说在澳洲啊 有两个女的呢 她到这个超市去买东西 买那个青菜 可能那个外面的几片叶子 就比较烂 比较黄比较老 这两个女众就自动自发的 把那个叶子啊 咔嚓咔嚓 把它掰掉了 然后就取那个掰掉的 那个蔬菜 放在那个秤上面去秤 那旁边人凑巧 就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就放在这个视频上 发给大家看 很快就传出去了 所以诸位同学 大家以后出去啊 可要小心啊 因为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嘛 一录下来 她就很快发到 在YouTube上面去 是不是 你也不知道是谁发的 那么后来就有很多人 就点评嘛 这两个女的 这个做法就不太好 以前我们在欧洲嘛 16年时候到那边去 到那个集市去买东西 去过欧洲的同学 就提醒悟生 你买东西 你不能够伸手 自己拿那个东西 装在那个塑料袋里面 是那个物主 就是那个商贩 摊贩 他帮你拿东西 装到袋子里面 帮你秤 等于说客人是不可以碰他的 那些物品的 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呢 你要这个东西 你要这一种东西 那这一种东西 有很多数量嘛 他帮你选 我们没有资格选 我们当时听到很惊讶 哎呦 怎么自己都不能够选嘛 那我们自己选 肯定都选怎么呢 选好的 选那个大个儿的 先量的 可是现在变得什么呢 就是他们那个摊贩 帮我们客人来选 其实这个做法好不好呢 就练习了 是不是 练习自己呢 不着相吗 我们选的时候 所谓的精挑细选 那是说得好听的 精挑细选 其实在干嘛呢 强烈的分别执着 是不是 要放下 好 下面再讲 智无所着 而能大悲熏心 圣人呢 在一些禁运当中 他能够做到不着相 可是他看到我们大家很着相 因为着相呢 就造业了 造的业呢 当然就是这个果报 要去承受 所以 阿罗汉以上这些圣人呢 常常回到六道 回到实法界 或者到这个实报图 帮助我们大家 表演出一个 不着相的那个样子 唯有如此啊 我们才可以怎么样呢 出离苦海 这些菩萨 他们也都能够往 发愿净土 虽净佛土 而常 即一净 怎么让这个 国土清净呢 首先自己要达到清净 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达到清净 那就很难 让其他众生达到清净 所以佛门有一句话说得好啊 未能自渡 而能渡人 这是不可能的 无有是处 事则 即一法聚 而二十九种 这个话大家都已经很熟了 一法聚就是清净聚 清净聚就是真实智慧 无为法生 也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么极乐世界呢 真真实实的清净庄严 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天清菩萨所讲的二十九种庄严 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这里也讲到了 极二十九种 而一法聚之一也 极乐世界 二十九种庄严那是归纳 每一种一展开呢 是无量无边 所以说得简单的 一法聚就是二十九种庄严 那么西讲的话呢 就是二十九大类 书说精妙 这是讲绘书啊 所讲的话呢 说得非常好 关于这个二十九种庄严呢 在此地我们就不展开了 因为这个我们前面呢 已经大概说过 所以极乐世界 他好好在哪 天清菩萨 都有很详尽的表述 盖一切法 无不从此一法界流出 以莫不还归此一法界 一法界正是一法聚 那这个一法聚呢 是圆满聚 也是呢 最后聚 先后呢 是一不十二 所以叫做圆满聚 弥陀小欲十方正事之词时 世尊转述 转述 前面都是阿弥陀佛对菩萨的赞叹 开始 那释迦摩尼佛呢 为我们大家转述这些话 而底下的经文呢 都是属于释迦摩尼佛的 这个赞叹的话 我们来看底下 文法要受刑 得至清静处 必于无量尊 受济成等绝 下面呢 解释 以下为师尊 续对此土会众之 开始 这个师尊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括弧里面说 文法要受刑前 为依尚有诸佛告菩萨 令尽安养佛 这两句经文呢 我们在汇集本里面呢 就没有看到 夏令公呢 没有把它收在里面 这个静 就是静见 仿业的意思 就是拜访对方 因文法要受刑之人 指十方正事 十方诸佛 劝欲其国正事 参礼阿弥陀佛 这一段话 也是我们应该要来学习的 从这儿就告诉我们呢 十方诸佛的信念很大 学生当中 有很多法生大事 那这些佛怎么样 跟菩萨们说呢 你们最好是到极乐世界 参学 那一个国土 比我这个国土更加好 那一位老师 比我还要有智慧 所以其他诸佛都很谦卑 很谦虚 希望这些大菩萨呢 都能够赶快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世诸正是 尊佛开师 网易极乐世界 得见无量受佛 闻受妙法 你看 老师这么一劝导啊 菩萨呢 所谓的老师听话真干 就照做了 他们就乐意而到西方净土 来考察 学习 参访 那考察之后 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啊 有 下面就说了 文后若能信要受刑 我们听经文法之后啊 一定要有实际行动 什么行动呢 经上常说嘛 依教奉行 具体来讲 我们学习无量受经 学习念佛法门 要做到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读书千遍 其自见 真的我们想要在 极短的时间 快速成就 那这个修学 就不能够夹杂 跟着老师 不能够跟太多 顶多跟几个老师 一个 经典学多少呢 一步 法门呢 一个 佛像呢 一尊 最好 道场呢 一个 越少越好啊 同修呢 认识的越少越好 真的认识那些同修啊 你也要选择一下 最好是对方啊 他也跟你学的是 一样的法门 那假如我修的 跟他修的不一样 我们之间不同 那就怎么样呢 就各修各的咯 是不是 您在您的道场 我在我的道场 就修 这就很好了 相安无事 千万不要 不同之间人 大家 混在一起 那 可就热闹了 所以 专修的道场啊 他这个心都很齐的 他那个磁场啊 就很宁静 我们希望 在图文巴呢 以后啊 自己的 买的那些地 能够建这个 专修的 念佛的这个道场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学院这个地方啊 您看得很清楚嘛 算是一个 结缘式的 一个道场 是不是 谁都可以进来 谁都可以出去 但这个磁场 它就比较 它就不能够完全了 朝一个方向再转 是还不错 但是呢 还比不上啊 一项专修的那个地方 磁场更加殊胜 后面说到 一心 智求 敬畅 所以说 什么叫真修啊 这一句话 就是真修 菩萨们一心 一意呢 想要到西方 极乐世界 参拜阿弥陀佛 亲近他人家 向他呢 求大智慧 最后怎么样呢 必蒙受机 得逞无上 正等 正觉 真正能够满怨了 将来呢 可以成佛 教化众生了 慧书曰 闻法要受行者 闻彼陀所说法 受持奉行也 我们就说 说破世界好了 我们今天呢 也算是 听到了这一部 无量寿经 大家可要知道 您现在不但听到了 无量寿经 还听到什么样的 无量寿经呢 是九种 无量寿经 版本里面 最好的版本 汇集本 大家今天早上 有没有读 无量寿经呢 有没有 有读啊 那有的同修 可能还没有读 为什么没有读呢 太冷了 爬不起来 哎呀 才零度就爬不起来 如果是零下十度 怎么办呢 恐怕连门都不想出了 是不是 要有那种勇猛心呢 所以呢 常常听经也好 劝嘛 这被 被这个 讲经的大德 天天劝 天天提醒 我们就会动 那没人劝 那就 那就进步 比较缓慢了 静影书曰 自于当来 得妙净土 明得净处 有会书曰 清净处 即是净土也 上所谓 必曾如是差 一也 两书 两书同指 是均以建立佛国 为德 清净处也 会书是日本高僧 所写的 那么这个 静影书跟会书 中外大德 他们的看法呢 相同 这个 自于 于就是在的意思 当来呢 就是将来 菩萨们在将来呢 一定能够得 妙净土 他们得妙净土 我们以后得不得妙净土 也得妙净土 那个妙净土是指什么呢 就是西方基督世界 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阿弥陀佛 就可以到达 这个妙净土 那么这个妙净土呢 也就是 此地所讲的 清净处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想要去那里啊 我们一定要修 口夜清净 意夜清净 还有呢 深夜 也要达到清净 所以对于现前呢 我们所遇到的 种种这些人事物 一定要像前面所讲的 不要再对这个四项啊 有任何分别 有任何执着 当然更好的呢 连连妄想都不大 那是最棒的 下面讲的更深的 但从心地法门而论 清净处 亦可别净一解 则指 本净妙心也 前面说这个清净处嘛 从事上讲 那是指的 极乐世界 指阿弥陀佛 那如果再从理上讲呢 这个清净处 原来是什么 是我们本净妙心 所以我们的心 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心到底是什么样子 霍仁大师当年不就说了 二十个字吗 他说了五句话 去掉前面那个重复的话 后面四句就是的 本自清净 本不生命 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 还有能生万法 所以能大师讲这个 静妙啊 讲得好 这是真正开悟的人呢 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那我们呢 这个初学人呢 也喜欢怎么样呢 学祖师大德的说法 但是学人家的说法 自己没有误入那个境界 我们能不能够体会到 那个境界呢 还不行 那我们只能够算是什么 解悟 或者大师已经契入到 正悟 正悟 就能够做到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无所不能 所以我们现在修学 还是要老老实实 要踏实 不能够呢 有一丁点 投机取巧 后面继续讲到 他能文法信收 一念相应 直彻心缘 朗然大觉 本然清静 顿气法身 亦是得至清静出 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学佛之后 得到真实之利呢 都想 那我们想要得到真实的利 从哪里着手呢 佛告诉我们 敬业三福 是我们下手之处 所以啊 读了经 听了经之后呢 一定要有真正的行动 您看这个菩萨们呢 他们从文法信寿之后 就能够逐渐逐渐做到 一念相应 实际说啊 他们直彻心缘 朗然大觉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心真正达到清静 其实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可不可以也变成是极乐世界 也可以的 怎么做到 但是全都修清静心 全都修平等心 那这个娑婆世界 它当下就变成是极乐国土了 问题是什么 谁在修呢 谁愿意修呢 那修的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那只能够算是什么 理想 可是呢 还是有人在修 在学 至少有一个人 他要修 要学 哪一个 零诺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指望别人修吗 但是我们要 跟自己讲 我要修 别人修不修 我们管不了 但是自己不能够啊 原地踏步 更不可以呢 退转 所以说的严格一点 如果今天早上冷 你就不能够按时起来做早课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退转啊 灵意退转了 旁边护法神看了之后怎么样呢 护法神很着急啊 都闹中间想那么久了 还不起来 大家可要知道 护法神也是有分别执着的 我们没有法让他护我 他就怎么样了 他走了 他不管我们了 所以他要不要护我们 关键看什么 关键看我们有没有那个心 有个什么心呢 求出离六道的心 求有这个普度众生的大心 有这个想去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的大愿 那这样子 有心有愿有心护法神 其实我们不用去 祈求他们来护法 他们自动自发的呢 都会赶而应现前 关于这点呢 其实大家看一下 唐朝说的误打国师 不就很清楚了吧 所以人呢 一定要有真正的道心 那么这个寺院呢 古人说得好啊 要有道风跟学风 没有这个道风学风 寺院盖得再怎么装严 投入再多的成本下去 那个 说句实在话 那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场 没道嘛 大家看这个闲工牢上 你看他那个寺院的来复寺嘛 那个相片那个视频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就那几间 专房 乡下 这一般人根本就看不起的 普通的 普通这个建筑物 可是它里面有什么 有道 有真正的大德 在那里修 清静之行 可以这样子讲啊 闲工牢上 确确实实做到 此地所讲的一句话 直策心缘 怎么说呢 大策大悟 明心见心 他是怎么做到的 人家念佛不拐弯 他就做到 他多少年不拐弯呢 九十二年 这个念佛的功夫 我们讲功夫深厚 这是大觉的样子 大觉的样子呢 底下还说了一下 是本然清静 顿气法身 所以说贤工老师上 你看他虽然还没有去极乐世界 其实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已经入了这样的境界 只不过人家怎么样呢 深藏不露 还是保持那一个 普普通通的 一个法师的样子 可是会看的人呢 就知道 他入那个境界 非常深 非常高 这个顿气法身呢 就是指的 融入了长极光 长极光是什么呢 长极光就是法身 就是涅槃 就是真实之境 就是一法句 就是清静句 法身呢 没有像 可是法身又可以做到什么 无不像 这个法身无像 是指他的体 他的作用呢 就是无不像 什么叫无不像啊 说得白一点呢 就是说 什么像都能够现 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西游记 看过啊 孙悟空有什么本事 七十二遍 七十二遍 我们刚刚开始看这个小说的时候 觉得好羡慕啊 哎呦 孙猴子好厉害啊 不应该这样讲 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 孙猴子呢 是太藐视他了 他也是佛门弟子嘛 我们刚才讲齐天大圣 他后来 后来 正果了嘛 其实七十二变了 那个能力太小了 他就不能够做到七十三 七十四 他变那么多 还能够被二郎神看穿 证明他那个功夫 不怎么样嘛 那三果 小圣三果以上 大圣六星为菩萨 那个神诸通就远远超过阿鲁汉 更何况是 法圣菩萨以上 那还得了 他想献什么像 就献什么像 底下讲这个 得至清净处 那个清净处呢 就是我们的清净心 正如本性 乃至以清净心 向无量寿 一念净心 一念净心 这一点呢 大家也要认真的去体会 我们念佛啊 也要用这样的心 来念佛 读经呢 也要这样去读 听经拜佛 莫不如此啊 所以呢 通通用这个真心 效果就非常的显著 却是像底下所讲的 事者与刹那之间 得弃于清净处 则也 一念净心 一念净心 说心说信 其实是一博士 大圣经里面讲嘛 这个一念 时间是非常短暂的 弥陀菩萨说了 一谈指三十二亿百千念 如果谈五次呢 一秒钟当中 有一千六百万亿次的 那个神别小 整个宇宙 就在这么短的频率当中 它就突然爆发 这个科学家说嘛 是突然爆发 那愣一经上说呢 当处出生 随处灭 在其下 则智诚念佛 这是讲到啊 信愿修行 经文上说的 文法要受行 完全是从事上来说 前面从理上讲 从心上讲 现在呢 要从这个世上来说一说 这个奇象 那就是 智诚念佛 毫无成律 敬念相机 中无见端 这四句话 而智诚念佛 是总说 也许我们要问呢 什么叫智诚啊 我们现在学佛 有没有达到智诚啊 这就是为什么 昨天还没有往生 什么叫智诚呢 智诚的标准何在呢 这里就说了嘛 是毫无成律 尤其是那个成 成就代表什么 染污咯 连一个杂念妄想都没有 才称得上是智诚 所以我们修道没有别的 也就是把内在的这个成律 扫得干干净净 也就是把这个妄想 杂念呢 清除掉 而 敬念相机 这是大师之菩萨 教我们大家的 做到的敬念相机 也就是做到了 智诚念佛 所以那些会修的人呢 他一天到晚 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就没有别的这个想法 从开始接受念佛法门开始 一直到他往生那一天 往生那一刻 断气之前 他都是终无间断 这个当中没有间断的 那么这种做法呢 是按和道庙 即念 理念 这个功夫啊 是旗下者 旗下怎么说呢 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 只要我们肯去做 真的去做就行 当然这个里面最难的是什么 就是慈离所讲的 智诚念佛 那我们很想做到智诚念佛 就是做不到智诚念佛 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句话 放不下 我们是不是放不下 那个最难放 最难放下的是什么 我们说无情众生 最难放下的是什么 您口袋里面那个宝贝 手机 晚上都已经躺下来了 手机还怎么呢 还瞄一瞄看一看 没有人发信息给你 你都要发几个厨具给人家 你还觉得心里不满 怎么今天都没人找我 真是的 真不像好朋友 好朋友至少要打个招呼 你看人家不来找您 你不就可以好好念佛了 非要自己找些事情 发几个信息给人家 还跟人家打几通电话 聊了个半天 这个就是什么 功夫不得的的现象 所以手机 这是藏源 电视 电脑 都是的 这讲有 无情众生 有情众生 最难放下的就是 人跟人之间 尤其是嘉心眷属那种 秦职 这个最难放下 所以修清静心 听起来好像是 挺容易做到 实际上难度非常大 那我们多读经 多听经 把这个理事 搞清楚了 慢慢的 那个放下 就逐步能够做到 这个暗和道庙 那个道是指的 成佛之道 之所以说它庙 这个庙呢 就是指的 自自然然 跟成佛之道 相感应 我们现在念的是 阿弥陀佛 在念的过程当中呢 要尽量做到什么呢 远离世间的 一切妄想 假如还有这些 忧虑牵挂 一定要提醒自己 这些幻象 都不是真实的 这是我们现前 要做到一项 专念阿弥陀佛 那我们以后 到达基督世界 还念没念阿弥陀佛呢 还念 我们现在念佛 是真正心上 有这个阿弥陀佛 可是到达基督世界呢 那个境界又不一样 虽然我们 也还是在念佛 可是那个心里面 没有那个念 阿弥陀佛那个念头 这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 都是在念阿弥陀佛 可是那种心态就不同 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就叫做 极念 理念 您现在也不需要去猜测 极乐世界是怎么念佛 那可不用着急 您现在当下要做到什么 要做到 至诚念佛 我们连至诚念佛 都还没做到 您就现在 想去了解 极乐世界菩萨 怎么念佛的 这个叫什么 太操心了 这个不该操的心呢 不需要去想它 是可称为明智清静促也 能够这样子 专心致志的念佛 不知不觉就怎么样呢 那个明啊 就是说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的 极乐世界忽然有一天 你就看到了 阿弥陀佛哪一天呢 就突然现前了 给您加持 给您摸顶 受机 安慰您 到时候可能也会跟您 讲哪一天来接您去 如果佛来跟您预言 说哪一月 哪一个星期 哪一天 几点钟来接您 您可要准备好了 还有一点要强调一句 佛一旦说了这个话 您要当下 就要想到 这个之前 我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 到那一刻呢 我就 跟着阿弥陀佛就走了 可不要啊 功夫都已经成就了 佛也来给您授记了 您吓到了 哎哟 真的来了 哎哟 下个月我就 我就走了 我就死了 我才三十岁了 我的小孩才这么大呢 我的这个豪宅 才刚刚买呢 我那个宝马 才刚刚 才刚刚开回来呢 这还没有想几天服务 我就死了 有人就这么想 他就要打退堂鼓了 他就不愿意去了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呢 估计还是有 所以呢 真正有道心人 阿弥陀佛一通知他 哪一天来接他 他是起大欢喜心 随时准备着 要跟阿弥陀佛呢 到西方净土 到达基督世界 您就可以 马上再回来嘛 哪些亲人跟你有缘 他愿意听话的 愿意念佛的 你就可以呢 度他 到基督世界去了 所以这个 一念气入啊 像这里所说的 如上诸人 就是这些念佛人 一必得于无量受佛 得蒙受尽 将来皆必成佛 说句实在话 八万十千法门 跟净土法门相比 净土法门修是最容易的 而且成就呢 是最快速 最殊胜 最了不起的 那关键就看了 您相不相信 您愿不愿意发愿 想不想真正去念佛 想去西方净土 或显佳 或名印 就是说呢 这些菩萨 他们修学呢 明明当中啊 都得到佛力的加持 有时候这个加持呢 是很明显的加持 有时候呢 是暗中加持 您不知道 在这里多说一句 今天这么冷 您还愿意从家里面 出来来到学院讲堂 学习这一堂课 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呢 拥有佛力在加持您 我们好像感觉 没有啊 怎么没有感觉佛来加持我呢 您不知道 这就不小得吗 佛力加持您 您才会愿意啊 自己走过来 或者呢 是自己开车过来 反过来 如果没有佛力加持 请问 谁在加持您呢 冤金在主 他怎么加持您呢 您怕冷是不是 他会让您睡得更长时间 如果天气热 他也不会让您呢 安心的读经 听经念佛 总会让我们的找借口 不肯经济用辜 冤金在主 那个加持力量 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一点呢 您看一下 阿南问师父 吉准金 就特别清楚 这个话题 我们就不细讲 总之 佛力加持 真的是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我们只是不小得 所以您看到这里 四个字 知人报文 谁知道这四个字啊 法生大事 他们就知道 阿罗汉知道一些 那法生菩萨呢 比阿罗汉知道的 还要多 我们只是知道 一点皮毛而已 底下 这因人之智慧 愿行善根福德而已 虽然每个人的智慧啊 善根福德不相同 但是后来呢 都会得到 殊胜的功德力 请接着看底下 无边殊胜肖 其佛本愿力 文明欲往生 自治不退转 底下解释 无边殊胜者 这个是指的极乐世界 超胜为妙 无有边际 无有量素 不可称缩 故云无边殊胜场 所以极乐世界 大家一定要知道 它这个范围呢 是无穷大的 经上讲呢 极乐世界距离我们 挺远的 是不是 这弥陀经上讲 多遥远呢 十万亿佛国度 而实际上极乐世界 在哪呢 就在当下 极乐世界是覆盖 一切诸佛插土 什么时候 您能够见到这个境界像呢 入了法身菩萨这个境界 您就是亲眼目睹了 所以我们自己 多修这个法门 专修这个法门 将来所得到的功德之力 不可思议 这个法门 容易修容易学 成就快速 它的难度就在于 不太容易相信 不太容易接受 其实这个法门呢 它妙 它有一个很独到的地方 就是说 您 理不理解它 都没有关系 懂不懂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给去坐就好了 坐着坐着 坐久了呢 你就按和道庙 这前面不是讲的吗 按和道庙 我们举个例子吧 像地形老上的徒弟 郭露酱老法师 有人就说 他是个文盲 他凭什么可以往生呢 他有两点 我们就不如他 第一个 他对这个世间呢 毫无眷恋 是不是 我们常说嘛 这个人是穷的叮当响 他没有家庭嘛 顾家寡人一个 又穷 又苦 他知道世间呢 不值得我留恋 所以他就没有那种 控制占有的想法 以后呢 遇到他的 小时候的玩伴 地老 给他找了几个护法 再找一个小道场 让他专修念佛 结果呢 将来的成就 居然还超过他师父 地形老上 地形老上是坐着往生的 他是站着往生的 而且还站着三天三夜 其实我们大家 听这个例子 都已经听了几十遍了 我们不敢求 将来我们站三天三夜 至少您怎么样 站三十分钟 大家笑得这么开心 是没问题 是不是 怎么摇头这么快呢 是不是 还没坐 就开始否定了 应该有信心呢 好了 我们不求站着往生 至少怎么样呢 像闲宫老上 还像老上的母亲 那个样子 坐在椅子上 轻轻松松的 就这样子 跟大家辞行 所以 专念这句符号 真的是 句句符号 都在消我们 五十节来的这些业障 那些能够预知实质 自在往生的 都是业障消除的 结果 因此呢 这个放下 是我们应该 每天要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等到 将来要断期之前 你才想到 处理自己的后事 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现在就要学习什么呢 放下 这后面就总结一句话 故云无边殊胜草 这个是世尊 释迦牟尼佛 对极乐世界 赞叹的话 本经呢 是详尽的描述 介绍西方净土 殊胜美好 这是我们应该 向往之处 莫学物圣粗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作为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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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